好 一起来关心这个民众的明知明高 我们所调的税怎么用 那么台中市政府呢 各局处 凡是超过百万元重大工程的标案呢 一律要公开透明 登陆在这个标案管考系统里面 让民众查询 但这个系统里面呢 莫名其妙出现了这么一个 台中市生法计划案 那么同时呢 里面还载明 韩市长 这什么意思吗 帮胡志强市长来进行生法计划吗 对此 台中市政府的这个研稿会 紧急查明之后 发现原来是个大乌龙 上网搜寻重大工程标案 最后找到了这个 你看102年度台中市生法计划 内容概述写了 诶 阿罗哈 执行单位台中地方税务局 这是什么奇怪的标案 还不止一笔诶 同样都是长头发的计划 105年度执行单位台中市研考会 你看看 还有这个标案诶 台中市民 韩市长 生法 生法计划案 台中市府的标案查询网站出了一个大乌龙 他写了102年度有所谓的生法计划 他要锁定的目标到底是谁呢 针对谁 市长可能他有点那个铺头 我的头发都为你牺牲光了 都不晓得物与稀为对 我的头发少以后啊 每一次每一根头发拿去义卖还很赚钱 市长自我调侃法量不太多 但偏偏标案查询网站上出现了这个市民生法计划 标题还刮胡住民韩市长 看起来一整个就很故意嘛 执行单位有地方税务局 还有研考会 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总共有17个案子上网登陆 那我们警察并没有这样子相关的一个生法计划 这个标案查询网站一旦超过百万预算局处单位就得登陆 但系统后台的管理厂商教育训练操作范例 当时写了生法计划 结果范本忘记删除 这下好了 重大工程到底是要谁长头发 还点名了韩市长乌龙标案一笑大方 记者连嘉庆张军龙台中采访报道